今天从妙瓦底的反诈人员传回一个好消息,妙瓦底的KK园区发出最新的公告,公告内容称,要求园区内的所有公司进行人员检查,凡是发现有人员是被骗过来上班的,一律由公司出资把人员遣返回国。 欢迎订阅本宫巴历史,带你揭秘背后的故事。意思就是说,KK园区主动放人了,而且自己钱把被骗到妙瓦底的中国人送回中国。 这对于那些被骗去那里的中国人是天大的好消息,以前想回去就得出钱,一个人就几十成人民币。 而且,钱到位了,还不一定放人,还得看人家心情。希望那些想回国的人能够抓住机会,赶紧回来。 KK园区为什么会主动放人?我认为主要还是发出的通缉令起了关键的震慑作用。 虽然之前克伦军已向妙瓦底方向攻击,并切断了通往妙瓦底的亚洲公路,但是那时时妙瓦底根本没有放人的意思,这两天通缉令一出来,就传遍整个缅甸电炸园区。 另一方面,果敢同盟军已进老街东城,四大家族要完蛋了,这些都给妙瓦底的电炸老板敲响了警钟,继续反抗将是死路一条。 果敢四大家族的下场就是他们日后的下场。 通缉令的发出代表了大国的态度,坚决打掉一切电炸分子,不清楚电炸,绝不收兵。 态度坚决而非常明确,这个信号已经非常强烈了,再不是好歹,等待他们的将是大国的雷霆之怒。 KK园区是缅甸恶名远播的电信诈骗集团集中营,位于妙瓦底市,紧邻泰国边境,紧隔一条墨爱河,KK园区是整个人口贩卖链条的终点站,流落到此的受害者可能遭遇恐怖结局,KK园区所在的克伦邦。 有多方势力盘踞,它既是反政府武装的老巢,也有政府收编的地方武装民兵作恶,并此处成为政府军难以插手的犯罪天堂。 克伦邦是缅甸第三大民族克伦族聚居地,也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反政府武装克伦民族联盟KNU根据地,早在二战期间,英国殖民者就在克伦邦埋下了混乱和动荡的祸根,先是满口承诺帮助克伦族独立建国,令其缺席缅甸国父昂山将军与各民族代表的会议,又在缅甸宣布独立后被其承诺,克伦族与缅甸政府的矛盾因此激化。 军军冲突,1994年,克伦族内部信仰佛教和基督教的人员发生矛盾,联盟一分为二,基督教派继续沿用KNU和克伦民族解放军KNLA的名称,佛教派自立门户,组建民主克伦佛教军DKBA。 克伦邦这块地方,大体有四大武装,据说,缅军是不赞同他们做电炸公司保护伞的。 军方多次警告克伦边防军,水沟股的项目电炸,已经超出了缅政府的允许范围,必须停止这类商业活动。 电炸公司来钱快! 克伦边防军禁不住诱惑,直接辞职不干。 缅甸政府军后面竟然妥协了,对于克伦边防军这种坑害国外人士的行为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KK园区在克伦边防军的庇护下,从事各种违法活动,这其中,离不开一个中国人。 对,他就是蛇至江。 蛇至江,南,1982年出生在湖南的一处小村庄,因为家庭贫困也没有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。 他十几岁便辍学背景离乡外出打工,据说,哪里有灾难,哪里就有蛇至江。 是一位旧困福威的大善人,在电视机镜头前,他总是说道,这都是我应该做的,没什么好大肆宣扬的,能为我的家乡和这个社会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也是我的荣幸。 为慈善事业做了这么多贡献,让大家对他富豪的身份深信不疑。 大家觉得这就是一位善良有爱心的富商。 据说,蛇至江结识了一位在互联网上开设赌博平台获利的菲律宾大佬。 在大佬的引领下,蛇至江很快就混得风生水起。 并且在菲律宾自立门户,2017年1月,蛇至江获得了柬埔寨公民身份,将名字改为Tankry Unkai,蛇伦凯。 菲律宾的人口只有一个多亿,并且在这赌场合法,竞争十分激烈。 机缘巧合之下,蛇至江将目光投向了缅甸,投向了妙瓦底。 这里简直就是他的诈骗者伊甸乐园。 后来,蛇至江与克伦边防军联合投资了水沟股亚太新城经济特区项目。 蛇至江是大股东,项目由蛇至江名下的亚太国际控股集团和由克伦邦边防部队BGF的Chitlin Main公司负责。 具体运营 据悉,新城总规划面积18万亩,计划投资150亿美元,规划有区块链特区、科技产业区、休闲旅游区、民族文化区、金融商贸区、生态农业区、商贸物流区等。 目标是打造一个集金融科技、旅游度假、商贸物流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城市。 听起来很有野心,但暗地里这个园区却是割妖子的犯罪之地。 KK园区内设有总监办公室、员工办公室、员工生活区等。 总监办公室里配备有沙发、茶几、电脑、话筒。 还有两个人被铁链子拴着,看上去像是两个犯人。 总监办公室是园区内最豪华的房间。 装修十分气派,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和电话,墙上挂着锦旗和荣誉证书。 总监自称总监,他就是这个团伙的头目。 手下有几十名讲师和组长,总监办公室内有一面特别的墙。 上面挂着一张光荣榜,里面贴满了组员的工作成绩单。 从这些工作成绩单上,可以看出总监对组员的严格要求以及组员们的工作成果。 总监办公室的隔壁是讲师办公室。 这是总监手下最重要的部门之一。 在这里,总监选拔和培训新的诈骗组员。 这些人经过总监的魔鬼训练后,便可以出去行骗了。 这里聚集了众多怀揣着侥幸心理的人,他们往往会带着报复的梦想。 怀着创业致富的憧憬来到这片土地,他们放出高薪广告,骗人上钩。 说什么出高薪,请你过来包吃包住包玩,让你放松警惕。 然而,残酷的现实并非如他们所愿。 在缅北的KK园区,人的命似乎如草芥般廉价,这里不见高楼大厦,不见灯火通明。 而是水牢,采钢房,和一片与人性背道而驰的地域,一旦踏足KK园区,命运的栓子就会被无情地拧紧,听话成为唯一的选择,而反抗则意味着奠基与殴打。 这个园区里,人会被分为优等和劣等,有发展前置者被划分到优质区。 相反,贫穷家庭出身的则被贴上劣质区的标签,劣质区的人被称作猪仔。 他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危险和伤害之中,一旦联系到上家,他们的器官便会被残忍贩卖,也就俗称的嘎腰子。 这是KK园区最残酷的手段。 而被分到优质区的人,则被强迫敲诈勒索国内的家人,无情的坏人不断压榨他们。 直到家庭崩溃,只要有变现的机会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手段。 女孩子在这里也没有幸免,他们遭受着身体上的摧残,被当作玩具或者被送到夜场接客。 KK园区里,不仅有水牢、实验室、电机区和训练区,更有女孩子被奴役的一幕幕。 他们被当作诱饵,当作玩物,更被当作工具,完全失去了尊严。 这种灭绝人性的欺凌使得许多女孩子承受着致命的打击,即便表面上光鲜亮丽。 实则已沦为生命中的阴影,近年来,年北的惨剧频频发生,但仍有人抱着侥幸心理来尝试,试图从这片地狱中逃离。 然而,很少有人能逃出去,失败往往意味着死亡,年北的KK园区,不是任何人想象中的天堂,而是黑暗与绝望的交织之地。 每天都有无数不为人知的黑暗交易在这里进行,对于那些怀揣梦想的人们,希望你们能引以为戒,不要轻信高薪的诱惑。 太多人被贪婪和侥幸之心冲昏头脑,一步步走入了不归路,在这片土地上,人性遭到扭曲。 生命被践踏,没有爱,没有同情,只有冰冷的利益在主宰一切。 年北的财富并非那么容易获得,而是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与代价,在追逐财富的路上,慎重而明智地做出选择,不要轻易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 年北KK园区是一个警示,它告诉我们财富背后的代价和暴力,对于那些打算创业寻求财富的人们,希望你们能够审慎选择机会,不要轻信不实的承诺。 创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,需要付出汗水和努力,坚持自己的梦想,但要在合法、道德的范围内去实现。 同时,社会也应该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,让他们认识到诱惑背后的风险,增强他们的拒绝诱惑和辨别是非的能力。 只有健康成长的青少年才能成为社会的未来和希望,在这个充满欲望的世界。 我们应该更加注重人性的关怀与真实,年北KK园区是一个警钟,它提醒着我们不要被贪婪和虚荣所蒙蔽,要学会珍惜当下,追求真正的幸福。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,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,记得顺手点个订阅,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。